圣玛利诺市前市长丹尼尔因为丢狗粪 在华裔居民刘继明的前院引起渲染大波 辞去市长一职 接任市长的华裔市议员孙于金表示 刘继明应该不会再告市府 另外圣玛利诺市的学生家长 很关心的手机电塔存在校园问题 应该也很快可以获得解决 新上任的圣玛利诺市长孙于金 今天表示前市长丹尼尔扔狗粪 在民众住家门口的风波 应该将告一段落 官司应该不会再告市政府 或者再告我们的前任市长 他觉得就是说已经够了 至于要罢免的事情的话 他说是市民的事情 那么他也不介入 虽然丹尼尔已经道歉并辞去市长一职 但仍旧保有市议员的职位 孙于金说如果市民要罢免丹尼尔市议员 需要获得一定民众的联署 罢免案才会成立 孙于金接任市长持续推动圣玛利诺市政 他承诺将会解决手机电塔在校园里的问题 我们市政府已经跟Verizon他们联络过了 那么Verizon派了两个他们地区的经理 跟他们的工程师 我们市政府也派了我们的员工 去看了我们有可能的三个地方 在San Marino 那么他们看完之后 开会会讨论决议 最后决定哪个地方 决定之后 那么就会把在我们学校的那个Cell Tower 就搬到新的地方 我相信大概一两个月之内会有定案 我想90%以上几乎会搬 所以家长们可以放心 落成18台宋小云王卫林 在圣玛利诺市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